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六下午呢在德州的达拉斯以北25英里有一个购物商场 那这个购物中心呢叫做Allen-奥特莱斯购物广场 那当天呢就是一名33岁的枪手 他在下车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购物广场 他就直接开枪打死了八个人 并且打伤了至少七个人 在之后他被警方击毙 所以在这样一个案件里面 目前为止去世的人一共有九个 因为还算上了枪手 那说得到这个枪击案呢 就是美国从2023年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其实发生的枪击案已经非常多了 而且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大型枪击案 也都是让大家感觉历历在目 就像之前像田纳西州的小学 枪手冲进去杀死了这个有小朋友 然后还有老师 这样一共有六个人 就是这个基督教小学 然后还有肯塔基的银行的枪击案 然后这个德州光上个礼拜这边就已经两起大型枪击案了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这边可以讲到一个东西的就是 在教会里面的枪击案 目前从2023年1月到现在已经发生了26次 26起教会的针对教会的枪击案 所以说各位教会 请增加自己的security 请增加自己的 能保护教友的方式 对对对 那么现在呢 关于这个枪击案 其实释出的资讯还没有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要是看 左派的这些主流媒体 你就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都已经了如指掌 而且就是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 但是他们又写出了一篇 很多攻击性的这样的报道 让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那现在呢他们写出来这样的文章 就会让我不禁的去思考 就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 或者你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看了两篇报道 这两篇报道 我看完了之后就觉得 蛤 就你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非常奇怪 因为不管说是纽约时报还是CNN 其实他们呢 在这个报道的一开头 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事件的矛头 指向他们经常形容的 反对右派的这些词语 我们来对比来看一下啊 非常有意思 那首先呢 这一篇报道来自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呢 这篇报道的第一段 一上来啊 他就说什么呢 说调查人员正在检查枪手的社交媒体资料 然后就发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中 充斥着对女性和黑人充满仇恨的咆哮 调查人员认为这些言论属于枪手 那除了这个纽约时报以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说CNN的报道是怎么说的呢 那同样的啊 也是在CNN的报道 这个一整篇报道上来的第一段 他上来就这么写 说大规模枪击案事件发生后 美国再次陷入了悲痛之中 这一次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一名被怀疑与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枪手 开枪打死了八个人 并打伤了至少七个人 你说这结论到底哪来的呢 就是这两家左派的新闻媒体 都是在这个新闻的第一段 在讲述事件的时候 他们就放上了这一些对枪手的形容词 对吧 就不搞我们看到说 这个人就是 他先说 说杀死了八个人 受伤了七个人 然后说这个人呢 是憎恨女性的 是憎恨黑人的 然后到了CNN这边 他就说他是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 那读完了这两个新闻的开头的第一段呢 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疯狂的杀人狂 是什么 是憎恨女性 憎恨黑人 而且是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 也就是说 他们不仅仅想要发表文章 去报道这个发生的事件 而是他们在这个里面 莫名其妙就给你放进去一些 左派的这个意识形态 就让你说 在看新闻的时候 你脑海中就植入了这样的观念 因为你一看我 就说这个人杀人了 然后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你就会觉得说 对 那就是憎恨女性的 憎恨黑人的 这些人才会跑到商场里面去杀人 那我在说这些呢 并不是说为了这个枪手辩护 那他杀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的确是非常遭人痛恨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左派的媒体 在利用这场大屠杀 在做什么呢 对 他们就是为了要推动进枪 所以才写这些东西 让把这些政治企图 就放到老百姓的脑袋里面 让大家都去支持 都去同意 那么这些报道 说的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就是这个人 他是不是可能 就说他就是憎恨女性 对吧 他就是憎恨黑人 或者他就是白人之上的 这样种族主义者 是不是有可能是真的呢 那纽约时报呢 在这篇报道 第二段 他就做出了回应 他说 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人 憎恨女性 又憎恨黑人呢 说因为呢 他们是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面 根据这个嫌犯呢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内容 就看出来 他是憎恨女性 憎恨黑人了 那么是哪个社交媒体呢 是脸书吗 Facebook 还是说推特呢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呢 那他在这里面就写到 他使用的这个社交媒体网站 叫做ok.ru 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上面 找到了这个枪手的个人资料 他一看说 哎呀 这就是这个枪手啊 跟他的生日 跟资料都相符啊 然后里面还描述过 说他在强劲案发生之前 住在哪里哪里的一个汽车旅馆 那么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简介呢 就是他个人简介 就说我是谁是谁 里面还赞扬了 说希特勒 而且还引用了一个什么 新纳粹网站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里面他提到这个人 使用的这个社交媒体 就叫做ok.ru 你有听说过这样的社交媒体吗 我没有 从来没听过 从来没听过是不是 对 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 也都不可能听过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他纽约时报这个文章里面 他有链接 然后我就直接点进去了 点进去我就发现 为啥这个网页里面 我一个字都看不懂呢 因为里面全都是俄罗斯文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社交媒体主要的用户 就是给俄罗斯人用的 ok 所以他不是英文的这个世界里面 会用的这种东西 也不是西班牙语的人 会用的社交媒体的软件 它是俄罗斯的公司开发的 然后主要针对的客户就是俄罗斯人 以及那些他们曾经前苏联 在一起的周边的那些国家 这个社交媒体的用户是给他们这些人 他并不是说在英语世界 或者是西班牙语世界里面 用的非常多的这种社交媒体 甚至我相信 你就上大街上你就去问 你讲英文的跟讲西班牙文的人 没有人知道这个社交媒体 我相信 哪怕知道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少 如果你要是不讲俄罗斯语的话 大概就不会有人知道 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那么这个枪手 一个姓氏叫做 因为大家要是不知道 就是这卡尔斯亚 他在拉丁裔里面 太常见了 这个姓对不对 他就像中国人的张王李赵一样 他就是这么长一样 就是这个人他叫卡尔斯亚 这样的一个拉丁裔的人 他怎么会用一个俄罗斯语的社交媒体 来发布仇恨女人 仇恨黑人 白人至上极端右翼的言论呢 你说这个事 你是不是就越想越奇怪吧 你说你这写了一个文章 我相信看完章呢 大家只要是稍微思考一下 不光是我 别人也会觉得这个事特别奇怪 对不对 就是拉丁裔人 怎么会是白人至上 因为像他们 像英语里面 如果你要非得说带颜色 那我们就是黄肉人 对不对 那就会说他们是褐色人 就是brown 对 棕色人 说他们是棕色人 那白人 跟他们就完全就是两个群体 就像我们也不是白人一样 对不对 那一个这样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是白人至上呢 这接下来这个纽约时报 我这不知道 这到底是谁写的 这文章又对这一点进行了解释 他又说 尽管 这个枪手的名字叫卡尔斯亚 但是呢 调查了一下 说他们家呀 也的确 是墨西哥人 都是从墨西哥过来的 但是呢 在墨西哥那个地方 也是非常明显的 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啊 哇哦 你这个话就说 对 在台湾有白人至上 然后在中国有白人至上 在日本有白人至上 那这种概念差不多 我觉得 他最站不住脚的就是 他那个社交媒体 就怎么会找到一个 什么俄罗斯的 然后像我们完全都不知道的 这样一个社交媒体 你如果说啊 你在Facebook上面找到 说他几年前 比如说从六年前就有记可循 然后最近几年的记录 他都有发过什么 你会觉得说 哦 maybe可能这个人就是这个样的啊 等等等等 那你如果要说 一个墨西哥人 在俄罗斯语的网站上面 去发布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就是比较低一些了 当然也不排除说 这个人精神方面有问题 因为的确也是查到说 精神方面的确是有问题 这个人 他的确已经查到说 很有问题 然后已经被arrest过很多次了 他之前还有从军 然后加入了army 然后三个月之后 就因为他脑子有问题 然后被军队提出来 我不觉得人家可能 那战友都举报了 三个月说基础训练都还没过呢 人家就发现说 就举报了说 精神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然后那个陆军就说 你快退走吧 你就不要他了 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还去当过security 他去当过保安 三次 对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到说 这些报道 现在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他们甚至就是 拿出一些我认为 不太能站出脚的这些理由 然后现在就开始 大肆地报道 报道什么的 就说这些人 他就是极右派 他就是白人之上 他就是这个种族歧视 对吧 他仇恨女人 然后仇恨黑人等等 他们就把这些意识形态 全都放到这样一个 大屠杀的案件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 他就是一个西语裔的人 所谓Hispanic 而且不是那种 长得像白人的西语裔人 就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 他绝对不是白人的那种西语裔人 那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 有一个枪击案 然后死了很多人 然后呢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白人的错 美国文化的错 保守派的错 传统的错 或者是基督教的错 就是他们已经都把结论都已经定好了 然后呢 他们就是要处心积虑的把故事说成那个样子 现在Supreme Court里面最保守的 法官是谁 黑人 Clarence Thomas OK 比那些白人都还要保守 OK 那我在这边必须说就是 白人至上绝对是邪恶的 崇拜任何事情都是邪恶的 除非是崇拜神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这样一个恶性的枪支事件 当然是邪恶的 而且这个就没有任何人应该拿着枪 去跑到另外的地方去杀死人 而且在这一次死者里面 还有小孩 那个报道里面都说 说哎呀 说看到草丛里有个小孩在那跪着趴着 结果把他头一拉下来 发现那小孩脸都没 应该就是让枪把脸给打中了 那当然呢 我们看到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大家如果大脑指线一想 就会觉得说 这个事就是赖枪支 对不对 就说如果我们要是没有枪 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 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社会 然后也不会有这么多人 惨死在枪下面 也不会有这个神经病 一进来拿着一个东西 就可以突突突杀掉好多人 对吧 那这是大家 当然最直接的一种想法 那当然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左派的媒体 他也是更加引导你 去往这个方向想 他希望你去往这个方向想 那当然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都不考虑了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看死这么多人 是不是很可怕 枪支就是罪魁破手 所以呢 我们需要更加严厉的背景调查 就现在背景调查实在是太松了 我们需要更加更加严厉的背景调查 那他们要更多的背景调查 他们要进更多的某种类型的枪 其实他们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完全禁止枪支 到最后他们整个大目的 就是没有什么背景调查 就是老百姓不可以有枪 然后全部都说话 这个就是他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这个在加拿大就是这个样子 加拿大这些说的很好 什么assault weapon ban 然后什么assault pistol ban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就他们手枪他也ban掉 对因为他不可能说一上来 他就直接说全部的枪都拿掉 不可能的 因为他知道你这么一说 老百姓都不会同意 因为最起码宪法 这样形成二的态势 对吧 所以他们只能是慢慢一步一步的 就说我们从大的往小的去那个 对吧 就做一个计划 就是你看你这个太大了 你看你这个多可怕呀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能要了 拿走吧 拿走就会中心的 就说你看这个 这个也好可怕呀 小的小的也能杀人呢 你拿一个就可以杀用十几个人 好可怕 到时候枪就全都没了 那枪支这个议题 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 现在美国的枪击案 并不是因为枪支犯滥的问题 美国合法持有枪支的人的犯罪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使用合法枪支犯案的几率 也是非常低的 在监狱里面的这个罪犯 使用合法枪支犯案的百分比只有3%而已 也就是说使用非法或是非法持有枪支 来做犯法的事情的犯罪率高达97% 这个数字跟枪支非法的国家的比例其实差不多的 例如像说亚洲国家 日本台湾中国 违法使用枪支的比例 犯案的比例是100% 因为所有的枪支都是违法的 这张图是2020年FBI的这个谋杀统计数字 使用长枪 OK AR-15 AK-47 AK-74 类型的枪支造成的谋杀率是最低的 比用徒手打死人的还要少 禁止AR-15枪击案并不会减少 而且反而会增加 因为坏人都知道政府是在他们那边的 政府在帮他们夺取好人的枪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政府使用权力去禁止AR-15 那他能够禁止的就是好老百姓的枪嘛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坏人 你买枪根本就不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去买的 也就是说你身上都犯了重重的案件 那政府要干嘛 根本就不管嘛 如果你要是政府 你说今天这个AR-15我要禁了 我作为一个坏人 我才不会乖乖把枪送给你 对不对 我就是说你IT不禁关我什么事 但是这个坏人就知道说 AR-15被禁了 那就是很多好人手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枪了 对没错 就是这样 这张图表是平均每年防御性使用枪支的比例 对象枪支犯罪的比例 在洛杉矶时报 一个左派的报社 预估每年大概有差不多360万起防御性使用枪支 就是包括只拿出来给别人看说 我有枪哦 就是恐吓 对 他说别人来抢你的车子 或者是抢你家里 然后你把他枪出来 走开我有枪哦 你不要那样啦 然后这人就跑了 或者是他在你的后院 然后要出来偷东西 然后你拿枪出来 然后有些对空鸣枪 就是只要你使用枪支来防御自己的 每一年有360万起 OK 也就是说禁止枪支的话 每年就会多360万起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 以下是Pure Research对于枪支死亡的统计 蓝绿色的线代表是自杀率 然后黄色的线代表是谋杀死亡的 自杀率这几年不断的提高 但是谋杀率这几年是飙高的非常非常多 简直就是直线成长 这个图表显示了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人使用枪支来自杀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是不断升高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枪上面 而是出在人的行李状态上面 现在的人认为 活着没有意义 活着没有盼望 恨不得花钱安乐死 上班觉得老板对不起他 上学觉得老师对不起他 叫不到女朋友 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 所有的人都处于对受害者心态的情况下 想要死 想要伤害别人 想要伤害自己 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对 很多人会说这样 像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 然后呢 什么帮派火拼 然后也死很多人 以前的治安其实更差 或是什么样之类的 但是以前那些都是 帮派火拼上面的 然后都是为了钱 然后去做什么事情的 现在的谋杀律 现在的大屠杀 基本上不是为了钱 或者什么的 就像田纳西 很明显就是一个变性人 他讨厌基督徒嘛 对不对 然后肯达基那个地方的 他就只是一个人 他想要证明说买枪很简单 我也可以买枪 然后第二个 他想要证明说枪击案很简单 我拿着枪可以去打银行 所以说他就买了枪 然后去打银行 他只是想要证明什么东西 只想要世界变乱 只想要去纯粹杀人而已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 基本上是比较少发生的 因为像19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全部大萧条的时候 犯罪率 一般老百姓的犯罪率 是很低的 你常常就是像说什么 银行被抢 但是都是同一个人抢 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不太犯罪的 像说打个比方 美国人那时候是有道德的 然后有自律的一个心态 美国的小费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 就是从大萧条那时候出来的 美国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去养活我的家庭 但是我去你的餐厅里面 我帮你端盘子 我帮你去做这些东西 你没有钱付我 没关系 那我帮你的客人服务 你的客人如果说他们高兴的话 他们愿意多给我一些这个小费 然后小费文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 也就是说那时候美国人 尽管穷 尽管经济不景气 尽管过得很痛苦 但是他们是要 还是觉得说 我要用劳力去来获得到金钱 来去维持我的生活 他们不会去打砸抢 那现在的美国人不是 现在的美国人 这些年轻的人就觉得说 我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要去使用暴力来去证明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样子的病态情况 是最近才发生的 就是从开始就是什么同婚 欧巴马上来之后 左派的人开始越变越愤怒 越变越生气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简单说就是政府 他们现在不会去管任何其他的理由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这些statist 然后还有重视到任何的问题 他们只想要夺取你的枪支而已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只有失去权力 真理还有公义的政府 才会想要夺取人民的枪支 只有想要掌握所有的权力 奴役人民的政府 才会想要人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力 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就职演说上面写到 因为根据自然界的构成和发展趋势 在美德与幸福之间 责任与利益之间 恪守诚实宽厚的政策 与获得社会繁荣幸福的硕果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统一 因为我们应该同样相信 上帝亲自规定了永恒的秩序和权力法则 他绝不可能对无视这些法则的国家 慈祥的加以赞许 因为人们理所当然的 满怀深情的 也许是最后一次 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 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 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这个就是美国实验的开始 就是American Experiment 很多现在的那个 Political Commentator 都会讲说American Experiment 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的美国人 美国的社会 是根据圣经的价值观 建立的一个国家 一个以美德良善责任的一个国家 在乎的是自由自主 还有独立的一个国家 当时的美国人 就职典礼上面 全部都在国会前面 聚集挥舞着美国国旗 带着枪 欢呼 因为这是一个属于神的政府 250年过去了 我们上一个就职典礼是什么样子 各位还记得吗 人民全部关在家里 不可以出门 国会前面没有一个人 全部插满着旗子 每一个人脸上都挂着遮羞布 连呼吸都不敢一起呼吸 我们的国家 放弃了属于自己的审慎性 华盛顿在就职演说上面说的 不只是一个总统当选人的说的内容 某层面上还是一个预言 神不会认同一个 无视他定下的规定的国家 而且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 自由共和的政府机会 一切都在于 美国人有没有遵守神的法则 现在掌控我们的政府的 是一个不遵守神的律法 也不遵守美国宪法的一个政府 他们连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 这样子的政府 没有任何意义的政府 就是会使用他们的权利 来夺取人民保护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 我们身为美国人 真正爱这个国家的人 身为爱神的人 绝对不能再因为左派 然后他们利用这样的情绪化的新闻事件 来放弃保护自己的自由 还有权利 现在我们还有枪 他们就已经封锁我们的言论 打压我们的社群 关闭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 各位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这个枪手 他的目的是什么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透露出来 但是很明显的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保守派 然后爱美国的一个人 他憎恨美国 他憎恨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要停止的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想法 我们要修复的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思想 而不是说我们只要把枪禁了之后 你没有枪我没有枪 只有那个样子的人有枪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处于危险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一次说 说到枪击案的时候 最想要讲的目的就是这个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你看完了这个节目之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说 这个纽约时报啊 跟这些这个左派的这个新闻的 真是过分啊 居然用这样的一个大屠杀的时候 然后就给大家灌输这种 这个意识形态 放到大家的脑子里面 而且他们也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说 这个事情真正的起因是什么 然后从一个有效的方式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反而就是一股脑魂进枪进枪进枪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就你不管咋进 枪都还在啊 不可能被信掉 好那你看完了这个之后 你有什么感觉呢 或者是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或者你有没有想到说 哎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可以变得好一些 让这些仇恨能够少一些 然后都欢迎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评论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何丽莎 我是依赛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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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